欢迎来到《妄想世界》 刚刚昨天跟我妈去喝茶 她就说,喂,层楼跌了 为什么说层楼跌了呢? 其中一层楼我买给她的 如果你有听开 我就想,你别玩了 我那时候200万给你,怎么会跌呢? 最多是400多万跌到300宗 她又不出声 我今天想说几样东西 美国会继续加息 散户多数都是错 2024年楼价会不会跌一半呢? 我先说这几个重点题 2024年楼价会不会跌一半呢? 没人知道 但是如果真的跌一半 你担心的不是楼市 你是担心股市 如果经济市差到这样 你会担心股市会大跌 跌得比楼市急 当时呢 为什么我会入市呢? 我最近有入市买了两间 为什么我当时入市呢? 其实当时是有笔钱 然后怎么做呢? 其实我很正常的 首先第一间自住是一定要买的 自住 什么都好呢? 我当时计算的数 你怎么计算 都是需要花的 我住进去呢? 我没进去 但是你进去都觉得很舒服 很正啊 景观都舒服啊 你买到自己舒服的楼 是会增强你运气的 整体来说你住一舒服 钱是很容易赚得回的 那么很多时候呢 你越住越迷 你真的要想想办法 搞搞去 无论租也好 怎样也好 因为风水是很影响你赚钱的能力 你很少见到的 住大宅那些是很不够的 通常都是 你住劏房啊 无计可施啊 或者什么的 你正是想东西也有问题 你真的困住在那里 你很难 很难想到一些东西出来 因为太混乱了 所以呢 风水是需要的 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住得舒服也是很重要的 我真的是我自己的需要 那当时也很幸运 那当时在那些科技股高位的时候 全部都套了 就换了楼 那最低限度 你说楼也跌了 但是那时我是二选一 我没办法 我明知经济衰退 那当时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真的三至四年前 听我说呢 我当时是一直在沽这些物业的 我最近这一两年呢 才买饭 那我就 好了 那今天想说一下 未订阅的记住订阅 因为这些真声音 很少人说的 有时你听我拍的影片 也有些噪音 因为其实我们中间的时间 我在做其他事情 那我就 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希望大家都更加好 而且有另一个观点 去做另一件事 那美国会 你最近看到金价 开始回落 为什么省户大部分都错呢 那现在是三顶回落 黄金 但是我会不会买呢 我之前那些高位是没有买到的 那我现在就在等 我现在开始存在 存在黄金 物业我会先买 有限钱我就买了 黄金 那我之前都说不好买 那当然啦 那些高位我不会买 我会等下 等一些低位 我准备 准备钱 就補回那些仓 那跟黄金 和黄金的想法是一样 我是比较长线一点 你不是说我炒波幅 那不是 股票就可以炒波幅 但是黄金 是你要持很久的 那我会用来收集 那接着呢 散户多数是错的 那好像当时呢 如果我没有走到 那些科技股是跌了一半的 甚至跌了七成 到现在都没上去的 你看到那时候 为什么会 很多人冲进去呢 因为大部分散户都是错的 八二定律是对的 只有两成人是对的 八成人都是错的 另外就是要切合自己的需要 我真的有这些需要 我现在买了之后 我都觉得很开心 每次见到 挺正的 你会想到 喂 我用少少钱 是吧 我已经可以买到 就是 就是 比较 漂亮点 優质点的单位 那 第二间呢 那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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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其他用途 是买给子女的 那 就等他们 就是 其实三个子女呢 你买多一间给他 没有问题的 是很应该这样做的 到他毕业的时候呢 他会立即 刚刚就有层楼供好 那你呢 那你呢 好过呢 就是给他一个学位 就是现在呢 你买一层楼给他 好过给他一个学位 因为我这些案子 我看了太多了 很多是读完书之后 都未找到货 所以 不如你买多一层楼给他 好了 那 美国的加息会不会继续呢 因为见到你金价都开始回回 他可能的息口呢 都是维持在这个阶段 未必会加很多 但是我hold了一段时间 但是他不会很久的 但是大家留意一样东西呢 机会又出现了 又有其他机会出现 那所以我一直都会 不停在patreon里面 最新的那些 我会和大家说 就是我每日的动态 看到些什么重要的消息 都会留意 那因为呢 你是会审视的 现在做的那样东西 对不对 但是楼呢 你是不会现在审视的 你会长远一点 你说的五年后 十年后 才会再做一次换楼 不会那么短时间 我一两年了 去换 当然不会啦 那你说的是 五年或十年之后 我们相当 confident 是有用的 这个楼呢 会带给我很多开心和快乐 这件事呢 是其他 现在买股票是不能够 不能够相提并论 其实我可以做一些 但是呢 你要做一件事 就是现在 首先要做一些收息工具 去抵消息口上升 OK 第一 第二 为什么我一定要做呢 因为到时 如果楼大跌 我真的先说一下 如果楼大跌 到时更加买不到楼 不要以为便宜就会买到楼 当时呢 为什么沙士的时候没有人买楼呢 就是因为它跌到那个价钱 是没有银行批贷款 就是全部人都要全付给了 那你怎么付呢 就是到时的时候 是根本是收不到货 除非你是很多钱 你说的是 你几百万 是现钱给了 当然啦 我不排除这个可能性 就是说跌一半 但是当时如果跌一半的话 其实我们担心不是担心一样 你担心是没有了份工 份工是立即没有了 银行股是大跌 因为 银行是和你一人出一半 所以我会说 哇 有银行出一半 你为什么不买 当然是买啦 所以 很多人的概念就是 那个债务是不好的 其实不是的 那我跟着下去 就 六月会先讲 就是 怎样改善你的运气 为什么你做到 几年前 我可能 十几年前 我可能 四百万很吃力 买楼 我现在其实 两间楼买了二千二百多万 我都没问题 那 还有很松动的空间 那所以呢 怎样去 去 去 去创富 我会说真的 不是说假的 假的 或者跌一半 其实 如果你跌一半 你是在担心你的工作 在担心整个经济崩溃 是多过层楼跌 那层楼跌不跌 已经不关你事了 因为 其他问题已经出现了 而且你根本是买不到 所以 不要跟散户走 我也是 那时候 避开了 如果当时我不是买楼 我很幸好当时买楼 如果我当时没有买楼 我的钱就跌了到股票 我现在还是一手的蟹货 那 我又用不到 拿着这些股票 怎么用又怎么住 是不是 息又不能收 所以 所以 我也是很兴行 很兴行 做了这个决定 希望大家都做了更好的决定 但是预松一点 还有 有多些收息工具 每日学习很重要 然后 如何改变你的命运 然后 我六月是说改运 或者七月是说 如何利用债务 令你更加多钱 我之前也是不知道 当你没做过 你以为是很风险 其实不是的 完全不是的 这回事 就像做生意一样 我没做过生意之前 我觉得很风险 很什么 但你做一下做一下的时候 发觉 原来做生意最安全 你打工是最高风险 好了 觉得有用呢 可以赞得出来给朋友